9月23日是吴起立45岁生育,24日则是中国人的团圆佳节,中秋节,吴起立在微博晒出自己的手工画作,趁中秋节不可以拾太多甜的,只能画月饼森林,月饼长了脚,长了脚一似四十一有所指,不知道是否按月长的脚跑到国外去的独女吴卓林。 网友留言画风一致,都是祝他节日快乐,和提醒他好好照顾自己,看来大家都十分同情,变成无家广人的吴起立。 与此同时,吴卓林在社交网上出于女友安逮的照片,并留言着,P-A-R-T-N-E-R-S-I-N-J-U-S-T-I-C-E正义配偶,二人脸些脸亲密合照,虽然是逢吴起立生日和中秋节,但吴卓林半个字都没提到吴起立。 看来,梁母女关系微和缓,仍如陌路人。 9月25日,吴卓林再次在社交网发图,并写道, I know who you are, I know you know what happened. 我知道你是谁,我知道你了解发生了什么,虽然不知道吴卓林在说什么,不过大家都留意到,他无明智的指环十分抢眼,看来之前人得用未婚妻,以此称呼吴卓林并非口误,两人已经正式订婚,加上刚好加拿大是其中一个同性伴侣结婚和反化的国家,不禁令人联想到两人是否已经进入人生另一个阶段。 照片里的吴卓林看起来十分消瘦,神情有点郁郁寡欢,不但面部瘦出肩下巴,连身体也一副瘦骨灵寻的样子,手臂瘦得轻轻凸骨,和那个两年前连,大婴儿子的少女,判若两人,到底是可以减责,还是生活困惑组织呢? 越越来越沧桑的竹林相反,三十岁的女友恩德则是一副逆生长的样子,本来外国人都容易显老。 刚认识竹林时,她一连外国大妈样,当时还被媒体机位母女恋,现在看起来却比十八岁的竹林还青春。 二人还在香港时,安德已经要十八岁的竹林辍学打工养她,去了加拿大后,是否还是延续这种生活漠视呢? 吴竹林自从与女友资本到加拿大后,无形地声称不会提供任何经济援助,吴竹林二人一度穷困潦倒,更曾上传视频向网友求助,吴竹林首次公开自称成龙女儿,说自己无家可归,是要帮助。 不过,早前吴竹林与女友创业成立了多媒体制作公司,经济状况似乎一样好转,不知道是吴体力回心转意接近女儿,还是像小刀消息传的那样,是父亲成龙桃腰包,本来为一点号作者原创,未经受全部的转载。